对于中国辽宁号打击群出现在西太平洋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这对美国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美国闪电航母是怎样的概念 有怎样的威力 将发挥出怎样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 中美两国虽然在明面上看着十分友好 没有啥大的矛盾 但是两国却是一直在较劲 并且可以说是互不相让 都希望以自己的方式给对方以巨大威慑 从而在两国的博弈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并给对方形成巨大威慑作用 这不最近中美两国开始相互较上劲了 都纷纷对本国的海军力量进行展示 这不此前有消息称 在解放军第一艘航母辽宁舰带头下 至少八艘军舰经宫国海峡进入西太平洋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 这可能是辽宁舰航母编队 2022年首度进行远海例行演习 还有相关报道指出 中国此次派出的八艘军舰中 除了辽宁号航母外 还有055大区南昌舰 052D型导弹驱逐舰西宁号 乌鲁木齐号和成都号 052C型导弹驱逐舰郑州号 054A型导弹护卫舰湘潭号 以及901型综合补给舰乌鲁湖号 对于中国出动大规模军舰在西太平洋 对此有专家分析说 这是近年来中国海军阵容最盛大的一次远海演训 显示在为台海可能军事冲突准备等任务中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海军的战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中国海军此次派出的辽宁号航母编队 可以说具有相当强劲的实力 也将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 这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威慑作用 尤其对美日两国来说将是巨大的冲击 值得一提的是 在去年底的航母编队实战演训中 中国海军至少出动了包括辽宁舰在内的六艘军舰 无独有偶在2021年4月 另一次航母编队远海演训中 也出动了辽宁舰等六艘军舰 分析人士还指出 中国辽宁舰编队的最新行动 很可能是中国海军例行演训的一部分 他指出随着中国海军向蓝水海军的目标大步迈进 远海演训已经成为辽宁舰的例行任务 此外他还预测 从以往的演训看来 辽宁舰在穿越宫国海峡后 会再向东渗入太平洋或是穿越巴士海峡 向南到台湾外海 并在南海进行演习 然而中国航母编队进行如此大的行动 肯定引起了美军的关注 我们都知道 此前美军在西太平洋部署了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这也是美军为了针对中国所做的专门部署 是美军在西太平洋部署的唯一一个航母战斗群 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中国辽宁号航母打击群出现在西太平洋的同一天 美军林肯号航母打击群正在距离中国辽宁号航母打击群 不过70海里外的海域活动 但是就在美军看到中国辽宁舰航母战斗群的特大行动后 就有点坐不住了 因为美军部署在西太平洋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的实力 远远不足中国辽宁号航母打击群 且在舰艇数量上甚至比起多一倍 这就比美国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因此就想要对中国进行回应并做出积极应对 这部有消息称 美国为了应对中国辽宁号航母打击群的挑战 就从本土调派的迪利波里号前来进行支援林肯号航母打击群 以便可以对中国形成巨大威慑作用 据悉 美国的迪利波里号是美国级两栖攻击舰的二号舰 为美军最新一代的两栖攻击舰 其标准排水量为4万5千吨级 比法国戴高乐还要大一点 也是首艘闪电航母的两栖攻击舰 取消了船户舱以加强航空支援能力 这次舰上部署了20架F35B战机 这个数量也算前所未有了 其设计基于支持以F35B战机为中心的空中作战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 迪利波里号之所以被称为闪电航母 这是美军提出的新概念 主要是为了使美军重做海上进攻性作战能力 调整当前较为单一的航母打击群 远征打击群编程方式 构建更多灵活机动小型海上作战编队 以此使每艘舰艇都具有强大的反舰作战能力 这对于美海军的发展来说 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此外 在其出海部署的前一个月 美军在其上完成了海上测试和训练 以此来证明闪电航母的概念 从而可以实现更好的部署工作 因此此次前往西太平洋部署 也是其第一次部署 这对于美海军的发展来说 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迪黎波里号的姊妹舰美利坚号 正在接受定期维护 因此迪黎波里号独自前往西太平洋部署 这也是其自2020年正式服役以来的首次作战部署 且其在部署的时候将进行更多的测试 以此来进一步验证美军闪电航母的概念 从这里看 美军将闪电航母部署在西太平洋 这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 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压力 因为能够让美军在西太平洋的航母 编队实力变得更加强劲 还将使美军双航母 在西太平洋巡航部署的时间大大延长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此次派出的辽宁号航母打击群的实力 也是不可小觑 因为中国此次派出辽宁号打击群 也创造了历史记录 那就是辽宁号航母从服役至今 第一次向国内外展示了最大规模的航母编队 这很可能就是中国航母战斗群的完全体 具有十分强劲的实力 也将发挥出巨大的破坏力 而且现如今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不断壮大 这就是中国海军的实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并且完全可以对美国的各项军事行动进行积极应对 以此来维护本国的安全 这对于中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海军的发展 现如今随着中国航母的飞快发展 这将进一步对美国形成巨大威慑作用 中国此次借着辽宁号航母打击群的实力展现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大大加快了中国航母的发展 这也为中国探索建立最强航母打击群做出了示范作用 这对于中国来说将有着十分重大的促进作用 然而对于美国提出的闪电航母计划 中国也将予以积极应对 而且此次在中国辽宁号航母出现在西太平洋的时间节点 派遣出闪电航母显然是蓄谋已久 这对于中国来说将需要更好的去应对美国的挑战 并且能够以自己强大的实力对美国形成巨大威慑作用 不管美国有怎样的行动 中国只要淡然处置积极应对 以此来更好加快自身的发展 并在与美国的博弈中取得最大的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